我们首先要看到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来说 此次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是希望尽可能的展示美国所谓的领导形象 而要展示美国的领导形象要打出所谓的口号 而拜登口中所谓重返美好的世界或者是叫重建美好的世界 很明显这是与他此前提出的重建美好的美国的这个口号是一脉相承的 在拜登看来呢似乎自己就任之后就可以把美国变得更好 同时美国还可以把世界变得更好 这样的一种口号呢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对于美国的实力 以及未来美国的影响力可谓是理想很丰满 但是大家会看到现实恐怕很骨感 首先要看到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所谓重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拜登这样的提出的一个口号背后是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竞争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近一时期拜登提出的口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动作 而此前呢美国也重新启动了与日本和与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的所谓的蓝点网络计划 在基础设施以及美国的地区投入方面 美国希望提出一个所谓能够取代一带一路方案的一种美国的方案和计划 来吸引地区国家加入到美国的合作框架之中 而美国在提出自己方案的时候 不管是说建设的更好还是呢所谓的蓝点 所打出的所谓的标语是美国的高标准 是美国提出的一种高标准的合作 而这样的一种高标准大家首先会看到的是 反映出的是美国希望对中国来进行抹黑 而另外呢美国要求盟友加入 让盟友为美国提供支持 也恰恰反映出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以及地区经历和资源投入方面力不从心 让盟友打头阵来分担成本 而最后反映出的是所谓的高标准 到底能不能落实的问题 从现在来看呢对于很多的地区国家来说 基础设施建设与大国之间进行合作 是他们未来发展所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方向 而此时呢美国所提出的高标准 在很多国家看来是不切实际的 是增加了他们负担的 所以尽管呢美国呢提出了听起来很好 看起来很美的口号 但是呢能不能落地 未来能不能实现美国遏制中国的目标 从目前来看只是空中楼阁 我们是在一个方向来看的 我们是在一个方向来看的 然后我们在一个方向来看的